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妈妈和邦庸阿姨的帮助下 她炒了一道青菜 然后开始为长辈们咬饭 孩子对长辈们的细腻心思从咬饭小小的动作中表露无遗 甚至在妈妈生病的时候也懂得照顾妈妈 吃完午餐看到邦庸阿姨在晾衣服 赞仙也帮忙忙得不亦了呼 亭燕的一角挂起了小白板 那是赞仙的小天地 今天她准备当小老师 请老奶奶 爷爷 奶奶 妈妈和邦庸阿姨当学生 大家坐在小板凳上 小老师今天要教大家学马来文 作业获得老师嘉许 并且画上心形鼓励 是孩子们的最爱 如今暂先更把这份爱送给奶奶 因为你很帅 因为你知道文字 有些事你要帮她做 她还会说 老师说要自己做的 她自己长大了她会做 又是第一个孙子一定是很爱她 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当然不可以宠她 我们就是爱她才不敢说你爱她 把她宠坏了就更加惨 爱的教育善待启发 为孩子泼出光明的人生道路 在接受爱的当下更懂得回馈 大爱新闻黄茨景 李嘉宜马来西亚冰城采访报导